字 字 字 寫得到重 重的原因其實也蠻簡單 它旁邊是那個豬啊 豬又寫得好輕 所以它這裡就必須要寫重 油 油也是偏重 這個樹畫很重 有幾個主筆畫重 這個字就偏重 雖然旁邊還是有輕的筆畫 主筆畫重 這個字就重 像這個也很輕啊 這個字看起來就很重 因為主筆畫實在太重 油 這個主筆畫也是很重 兩個筆畫靠近 這次倒是左邊不伸 右邊伸得好長啊 特別吧 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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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筆畫多寫字 字反來看起來 沒有剛才那個女來的大 因為它維持緊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跟橫畫中的間隔 盡量保持 空間很狹窄的樣子 繞圈圈 貼 底岩膨脹起來 來一下 跑 筆畫多 左邊的寫得很輕盈 誒 方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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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方硬方硬 誒 這邊寫得比較重 壓下去一點 越有彈心 翻折 翹上去 跑 刮 刮 看起來是比較重 看起來是確實重了點 刮 支 支這個圓 圓勁 看起來像蚯蚓圓 圓勁 偏扁 一個 筆順 一定要顧好 再來才是點 這個幾個點 點 留一點 細思 這個拉得好長哦 拉下來 再用一盒代表4個點 扁 扁 斜的 重的 輕的 抬起來 翻過來 瞄一下 扁 湧 湧突然寫開了 也寫大了 來 拉長 切 你可以寫長 扁 這個柱子倒是有點短 一下就結束了 牛 千大 牛 略小 加粗細 帶一點點勾 抖 抖 抖 就用小小的點畫來代替 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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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